如果你是一个刚接触摄影的爱好者 或者是刚开始拍摄Vlog的创作者 在拍摄一段时间之后 你就会面临如何备份和归档素材的问题 当然不是每一个人都在拍摄商业项目 入门用户也不会为自己打造一套 价格不菲的存储流程 对于这类入门需求的拍摄者和摄影师 那如何才能保证素材的安全 实现尽可能高效的工作流程呢 各位好 是赵军 这里是赵军日记 前面我拍过两期摄影师和影视创作者 备份和归档的工作流程 分别是面向进阶用户和面向高阶用户的解决方案 今天我们来聊一下 刚进入这一领域的入门用户 应该如何打造自己的工作流 入门用户拍摄的数据量 让远小于进阶和专业的用户 所以也没有必要使用特别高速的处理流程 数据的安全级别不会像专业用户那么高 以下就是我打造入门用户存储流程的思路 一 尽可能选择高性价比的硬盘 在大容量和高速之间优先选择大容量 二 拍摄和成品归档的环节都要实现双备份 三 有条件的用户可以使用磁盘阵列 为工作效率提速或优化备份流程 四 要兼顾物理层面的兼顾耐用 还要兼顾后期使用当中的服务品质 首先给入门级用户做一些硬盘知识的科普吧 这也许对于选择硬盘能够提供一些参考 选择硬盘之前 你需要知道一些硬盘的种类 硬盘接口类型和硬盘的速度 现在常规的硬盘分成机械硬盘和固态硬盘 机械硬盘内部有高速运转的盘片 固态硬盘是内部包裹着闪存颗粒 你也可以把它看作是大号的优盘 两种盘片相比更有优缺点 机械硬盘容量更大 体积更大 价格更便宜 工作的时候要避免震动或移动 不工作的时候也要尽可能的轻拿轻放 固态硬盘容量稍小 体积更小 价格昂贵 震动和移动不会影响到数据的安全 其实机械硬盘和固态硬盘还有很多的区别 这里就不展开说了 硬盘的接口不仅仅指的是接口的形状 还有接口的协议 以最常见的两个形状为例 这个是USB Type-A 这个是USB Type-C 从趋势上面来说 以后USB Type-C的设备会越来越多 因为更小巧 没有方向的限制 正反动能差 即便形状相同 都是一样的外观 其实也有区别 有一些是USB协议 有一些甚至是雷电三协议 供电传输性能差异非常大 所以购买之前一定要仔细查看产品说明 线材的表面一般也会有标记可以分辨出来 当然这只是线材传输性能 而非硬盘的速度 如果硬盘速度达不到 用再快的线也没有用 硬盘厂家一般都会根据硬盘的速度上限 供电以及扩展的需求等因素 匹配使用不同接口以及类型的线材 硬盘的速度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 一块硬盘在工作当中能达到怎样的速度 受到硬盘速度和接口速度的共同影响 如果我们把硬盘比作公路 接口比作桥梁 公路上的车比作数据 假设所有的车都是一辆接一辆并排通过 那么路越宽 单位时间通过的车子就越多 我们可以认为传输的速度就越快 当公路连接一座桥 如果公路是两车道 桥是十车道 实际通过的车辆依旧是两车道 如果公路是十车道 桥是两车道 通过的车依旧是两车道 只有当公路和桥都是十车道时 通过的车才是十车道 所以选择一个合适的硬盘 合适的接口才能实现高速流程 雷电三接口是量产设备里 最成熟的高速接口 速度也是最快的 只要硬盘速度够快 这个接口就不会给你的速度拖后腿 这些就是硬盘速度的一些理论参考值 了解了这些内容 你就可以根据自己的工作流程 选择合适的硬盘方案了 对于入门的用户来说 在保证数据安全的前提下 我给出的方案是 户外的拍摄以标准流程为主 回到工作室有三套方案 这些方案依旧选择来自硬盘作为演示 外拍的备份 我为入门用户选择了最常规的方案 就是把存储卡里的素材 通过笔记本存入到移动硬盘 如果你有充足的存储卡用来拍摄 那就不用删除卡里的素材 拍满一张再拍另外一张 备份的时候 分别把卡上的素材备份到移动硬盘上 如果只有一张存储卡 那拍满之后就不得不删除素材继续拍摄 那就可以在移动硬盘和电脑里头 各备份一份 不管是哪种方案都可以实现双备份 这个备份环节 我推荐使用莱斯Rugged USB-C产品 这个系列是小黄盘里的明星产品 因为拥有1.2米的抗跌落 一吨抗压 IP54的等级防尘防水波件 可以应对户外多变的小雨天气 同时硬盘最大的容量达到5T 第一套方案是和数据量不大的剪辑工作和优雅的规档方案 工作室的照片编辑和视频剪辑以及规档环节其实非常简单 剪辑使用的主硬盘就是笔记本电脑的内置硬盘 因为现在很多笔记本电脑已经内置了固态硬盘 剪辑的效率是很高的 如果数据量不大 这是一个很经济的方案 等工作完成之后 成品和工程文件就可以归档到这一块2BIGRAID的硬盘当中 这块硬盘是RAID-E模式 所以你拷贝进去的文件会自动备份到两块独立的硬盘当中 实现双备份 第二套方案是和数据量不大的剪辑工作和高性价比的归档方案 这个方案主剪辑硬盘依旧是笔记本电脑的内置固态硬盘 最终的成品和工程文件分别归档在D2硬盘和RAID-USB-C移动硬盘当中 D2硬盘放在家中有更好的稳定性 而RAID-USB-C移动硬盘可以随时带出门方便户外办公 第三套方案是和中型工程的剪辑工作和传统的归档方案 有时即便是入门的用户也会面临一些中型的剪辑工程 在容量和速度无法两全的时候 2BIG RAID是最佳的解决方案 当设置成RAID-0模式的时候 两块西捷库廊Pro企业硬盘能实现最大28T的容量和每秒440M的速度 完全可以实现4K视频的剪辑 2BIG RAID即便是用来经常剪辑这样的中型工程也是完全胜任的 整集五年的质保 也是可以安心的用它来做主剪辑硬盘的考量音速 剪辑完成之后 就可以把成品和工程文件在RAID-USB-C和笔记本里各备份一份 以上就是我给入门用户提供的三套拍摄备份和剪辑归档的流程 主要考虑的是如何把钱省下来 选择更大的硬盘和选择更好的防护性能 也为有需求的用户提供了能够实现中型工程剪辑的方案 总之在预算有限的情况下 可以把钱花在你最看重的方面 比如说容量 防护性和较大素材的剪辑能力 售后服务等等 同样今天所讲到的产品也都在质保期内享受一次LACE原厂免费数据救援服务 再叮嘱一句 硬盘有价 数据无价 勤备份一定不会错 我是赵军 这里是赵军日记 至此关于摄影师和影视从业者 关于硬盘选择和备份归档方案的三期视频就都拍完了 后面我还策划了一些关于文件归档流程的详细方案 磁盘阵列的知识和应用等视频也会陆续和大家见面 如果你对于硬盘存储 以及摄影师和影视工作者的工作流程有任何疑问 欢迎在下方给我留言 如果你觉得这期内容对于你有帮助 求关注 求转发 收藏点赞弹幕走一步 这对我非常重要 如果你也喜欢短视频 热爱旅游 热衷记录 生活点滴 并且希望把它们拍成Vlog和短视频 但又不知道如何开始 想怎么选购器材 怎么剪辑视频 欢迎阅读我的新书 Vlog短视频拍摄与剪辑 从入门到精通 我为这本书拍摄了50个视频 用手机扫码就可以看 这本书是写给零基础的小白和进阶玩家的 只要看粗体字就可以快速读完本书 对于哪个章节感兴趣呢 只要精读这个部分就可以了 短视频创作其实一点都不难 希望你的Vlog短视频创作之路由我相伴 我是赵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